很多人在家做黄焖鸡都是直接下锅炒 那样就是大错 今天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鸡一点也不惜 底豆腐还要嫩 一只鸡我怕不够吃 准备了几只大鸡腿 新鲜的鸡是不要焯水的 你只要加一勺面粉给它抓拌两分钟 然后再用清水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麻烦你给我一个小红心吧 非常感谢 锅中先加一勺油给它烧至微微冒烟 再倒出来 然后重新加一勺凉油 再把洗净的鸡块倒进锅里 你们看是不是一点也不粘锅 把鸡块煸炒至微微发黄 吃起来才香 加入姜 蒜 干辣椒 一个八酱 适量的老抽翻炒至上色 一勺料酒去腥 加入长姜水 没过鸡块 盐 鸡精调味 再加入几个泡发好的香菇和土豆盖上盖子 中小火煮20分钟 加入青红椒块 大火收浓汤汁即可出锅 这样烧出来的鸡块真是太香了 软烂入味 非常的好吃 最后告诉我 你学会了吗